夜市水果現切秤重 常吸引客人購買 七月北市衛生局 針對節切水果攤販抽驗 檢驗甜味劑十三下 二十五件商品 一件不符規定 通常下午三次點 會在蒙甲夜市出來擺攤的 現切水果 但他們的水梨被驗出 違規添加甜味劑糖精 我覺得它好像 跟外面的比較甜 我也看它在削啊 好像水果都不錯耶 喔 水梨好甜喔 因為有一個客人買啊 然後我們的熟客啊 客人買啊 你說小姐啊來吃看看 好甜喔 南閣南掃現消水果 透明盒裝 四百二十二公克水梨 衛生局抽驗結果顯示 不得添加的甜味劑糖精 減出每公斤0.02公克 而違規業者早已不是出販 依法遭罰六萬元 糖精本身是一個合法的食品添加物 但是它使用的範圍是有限制的 但是不能使用於生鮮的 解切水果 所以這個判定 我們就判定它違反我們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的一個規定 它已經依相規定 進行法規上的採除 人工合成的糖精 甜度是一般 蔗糖的三百到四百倍 人體無法分解代謝 依據食品添加物使用規範 糖精用在哪 用多少都有限制 也會影響到我們的食慾 甚至改變到消化到 菌蔥的一個健康程度 那如果真的腸胃比較敏感的人 就是吃了甜味 也可能會有一些覆碎的狀況 現消水果雖然方便 不用去皮去紙 馬上就能吃 但小心糖精吃多 恐怕造成副作用 三地新聞李文宥魯佩與台北採訪報導